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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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冰原人解任務 的部分 那我們要解的任務是這個 艾爾摩將軍 那首先我們打開BS模擬器 然後登入到遊戲中 那我今天的任務有 收到這個 艾爾摩將軍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邊緣人 就是沒有人來幫你解這個任務 你要怎麼解這個任務呢 我等一下就教大家怎麼解 會比較方便 那首先我們今天飛到這個 艾爾摩戰場的旁邊 艾爾摩的減少基地 好那我們現在就飛過來 這個基地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就飛過來 那我們等一下飛過來之後要走到 走到下面來這一區 這個大樹區這邊 就那邊打怪比較要打 我今天走到下面去 這邊怪很多 這邊往 這邊往下面走 這邊往下面走 就會到按著大樹區那邊 就是 紅將軍的那邊 紅色艾爾摩將軍的出生地那邊 那這個任務要打20隻 20隻 20隻的將軍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 在解這個任務 的人會打很久 那這邊的怪物也都是主動過來 所以 如果有 不小心的話 的人會被圍毆 因為他們會一直靠過來 我先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人 那首先我的解法是這樣 我就進來 拉一些怪嘛 然後 然後 往 他的 左下 這個 門口出來 左下這個門口出來之後 你就會 往下面走 然後 到了這一棵樹之後 正常來講 角怪會飛回去 就是這棵樹 所以 就是一直引發 他的將軍都引出來 然後 你就 不要讓將軍飛回去 就好 那 如果你的防禦很夠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吃 啦 不用在這邊拉 那 因為我是防禦不夠力 所以有時候 一隻一隻打 將軍要飛回去 對 都是這樣子 要一隻一隻的 慢慢把他拉走 因為這邊等人 會飛回去 我直接 接上來 好 撿到了 有射 有射 如果不行的話 就是先 先繞一下 然後慢慢的 把這些小怪 先讓他飛手 這樣 來減少你的 怪物的數量 好 這樣我們就打掉一隻了 那如果你有朋友的話 也可以請朋友 來這邊打 那如果你是法師 你可以用火球出來這邊燒 比較方便的方式 因為如果是一個人而已 我就可以用我這種方式 用拉怪的方式來打 先讓這一群飛回去 好 這樣 阿爾摩將軍 應該還在這邊 先過來打一下 再把這隻幹掉 再拉一下 好 這邊要飛走了 飛走一隻了 好 飛走 就這樣慢慢的拉 來尾拉莉拉 應該就 可以把 將軍給解完了 那 需要花費的時間 就 會有一點久 不過就是一個人 可以比較輕鬆的解法 大家可以上考一下 好 那這一次的 邊緣人解任務 就到這邊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 拉怪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 做好 朋友 來頂一下 做好 好 這個影片 這邊是十分為了 吧 這次按燈